你們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開證照相關裡面的Python上證照稿 然後第二類打開之後 比如說202這一題好了 它其實就是問你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的話就是 它有說明嘛 題目說明 設計說明 但如果你看不懂的話 其實一般我都直接看範例 用猜的大家知道 如果你輸55的話 那你要輸出結果就是說 55是不是5的倍數 如果它這邊其實主要就是判斷 是否為3或5的倍數 如果4的話 那你就是說跟它講說 比如說輸55 那它是5的倍數 所以你就是說它是5的倍數 OK 那如果輸36的話 那得到的結果 因為它是3的倍數 所以你要這邊回答就是 36是3的倍數 OK 有沒有 就是It is a multiple of 3 就是你它敘述一下英文 OK 然後如果輸入92的話 那它不是的話 就是這個敘述 Not 不是 因為它不能被5整除 也不能被3整除 OK 然後如果輸入多少 輸入15的話 那兩個都是4 所以15是3和5的倍數 所以其實答案可能有4種 那你要怎麼樣能夠剛好 把這個4個結果 把它顯示出來 這個的話 可能就是所謂的多重邏輯判斷 多重 所以順便我們回到剛剛我們講的這一題 因為剛剛的話 我們這一題 這個是Challie BG寫的 我還是寫比較精簡的版本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剛剛的if有沒有 我得到的結果是true跟false 是兩重的邏輯 true跟false 對不對 如果我希望把它改一下 我希望成年部分有沒有 把它改成另外又區分了 比如說18歲到30歲的話 一個區間 可能是什麼 可能叫青年好了 OK 那30到65 可能叫壯年好了 然後65以上的話 那就是老年 比如說我希望把成年 再劃分成三個level 所以這個邏輯就不是true跟false 而是一個true之後 另外false 把它分割成三個的話 那應該怎麼 而且工作上很常遇到 不是true跟false 不然就是true 然後false很多個 要不然顛倒也可能true好幾個 反正以後不管 這種狀況一定會常發生 那如果假設你要下這個條件 並且把它寫成 Python的程式的話 那該怎麼做 OK 其實很簡單 這個時候的話 你們除了要if跟else之外 你可能要多選一個 叫做lif 就是 有點像是這樣 如果第一個條件成立的話 那就是if 但是如果第二個條件的話 如果說來補寫 請各位注意一下 你可以 我的習慣是在這邊按兩個エTER 在這個後面按兩個エTER之後 把這兩行怎麼樣 把它複製一下 而且這個可以用貼的啦 如果你怕打錯的話 可以把if 這兩行複製貼到它下方 這兩個換行 貼上哦 OK 然後呢 很簡單 你只要加第二個邏輯的話 直接在這一行貼上之後呢 請你把前面再加一個EL就可以了 有點像是ELSIF 其實這個時候的話就是說 第二種條件是什麼 那如果今天我希望 第一個條件是小於18 是未成年 那第二個條件 我希望它如果假設 它是青年的話是大於18 小於30好了 所以大於18 應該是而且啦 而且小於30 所以這裡的話 可能需要有兩個邏輯判斷 第一個的話就是什麼 如果ELSIF 第二種可能就是我需要 把這邊改成叫做大於 應該要等於 大於等於18 第一個條件就是 如果呢 它是大於等於18 而且 所以這邊加一個AND 而且 而且呢 它這個年齡 所以我拿這個複字好了 如果這個年齡的變數 是小於等於30好了 那如果是這個條件 所以特別是要 這邊要多一個AND 一定是要AND啦 不能偶啦 或的話可能就範圍太大了 我們是AND 它是大於等於18 而且小於等於30 那它就是青年 所以你可以把上面這個複製下來的 未成年改成叫青年 這邊改成青 這樣OK 反思 所以再來的話 所以喔 這個OK之後的話 那還有呢 撞年 撞年怎麼寫 其實跟各位講 也是一樣複製貼就好了 這個LF有沒有 把這兩行 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這個下面這個 接下來的話 一樣嘛 就是撞年 所以喔 青年再來撞年 這個我自己編的啦 所以如果你假設 你希望改這個邏輯也沒關係啦 然後呢 它是大於等於 應該是31歲 假設31歲到65歲好了 我記得好像我 我講一講是35 35歲 我看一下 好像 好 沒關係啦 這樣我記得35歲 這個範圍自己可以定一下 假設18到35好了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大於 我們就大於35好了 OK 那就不包含35 就是36歲以後 然後小於等於65好了 65也包括 65的話也算撞年好了 OK 那我現在65歲 好像看起來蠻年輕的 有沒有 好像70歲都感覺好像沒有很老 像這一次那個總統選舉 我看 好像那個候選人 其實年紀有一些都超過70 可是看起來好像也都還好 所以其實好像只要身體顧好 應該都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老年 所以喔 反之剩下來就是老年 所以這個else的話呢 其實就是把它改成老年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程式就寫完了 有沒有 OK 應該看得懂這意思吧 所以如果假設 他一個一層一層的去判斷 所以如果今天假設要判斷 他是青年的話 那當然就是輸入多少 輸入大概大於18 假設20歲好了 他應該print的結果應該是青年 有沒有 青年沒錯 好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來當然執行一下 這個的話 假設是壯年的話 那應該給他40 40的話應該是壯年 沒錯 對 然後如果老年的話 那應該就是輸入70 OK 那應該就老年 對 所以喔 也就是說 我剛剛主要是把那個原來的成年 把它區分成三塊 青年壯年老年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很快把這個程式給寫出來 這個很重要 因為將來很多的邏輯判斷 其實都是類似像這樣的 那你說老師 那如果我還要更多的話 那更多就再ALIF就對了 OK 看你要加幾個其實都OK啦 所以大概大概是這樣子 那當然呢 還有更複雜的 比如說IF裡面還有IF IF還有裡面 就是那個潮狀的 不過目前我想 我們暫時先不要寫那麼複雜 另外有一點 也是同學常常寫錯誤的一個部分 就是說 就是說在這個程式裡面 各位有沒有看到這邊都有縮牌 這個縮牌部分 也是程式的一部分 那記得喔 你不能沒事不縮牌 沒事不縮牌 在Python裡面是不對的 OK 也就是說 縮牌是Python程式的一個部分 OK 請記得一定要縮牌 那這個縮牌 其實主要它是要取代像以前Java Java都是用大瓜糊 頭跟尾 那你會發現喔 那個Python其實我學起來還蠻輕鬆的 主要我覺得它大概長得跟Java 其實八成像 只是說它把很多東西拿掉 比如說宣告拿掉 然後大瓜糊拿掉 這些其實就是學Java以前 最麻煩的事情 我覺得Python其實做什麼 就是把那個程式學習的那個痛苦 把它去掉 讓你學得比較沒那麼痛苦 不過其實好像還是程式啦 OK 只是說變得比較簡化的程式 OK 大概是這樣子 其實未來的程式的趨勢是這樣 可能最好是連程式都不要寫是最好 不過目前來看 這個已經夠簡化 目前是最簡化的 當然我另外我教一個AppInvent 我覺得AppInvent也蠻簡單 因為它其實是堆積木 積木式的這樣 其實它做的事情都跟這個一樣 只是它就是一個積木的概念 而且它有 有的是有缺口的 有的是沒有缺口的 也就是兩邊必須要鬥在一起 它才可以得到結果 那甚至我在教那個課的時候 我是把這邊的程式 把它換成那邊 還蠻好的 蠻好玩的 我覺得 雖然是做一樣的事情 但是只是換個環境把它秀出來 OK 所以其實我覺得請各位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 把它試著做多重邏輯 最後當然如果你講到存檔的話 其實這個存檔也蠻簡單的 比如說我把這個存檔 你把它存檔一下 它的副檔名其實就是點py 所以我給它一個名稱 至於存在哪裡 你找個地方存吧 而且你再增加一個資料夾 讓它存一下好了 比如說這個 我把它新增一個資料夾 OK 我把它放在 這邊叫gpt好了 底線拍上 比如說存在這裡 然後給它一個名稱好了 給它名稱叫成績好了 OK 好 這樣年齡好了 好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這邊將來 你打開就會有一個叫年齡.py 所以這樣run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執行得到結果 OK 試一下 那同樣如果你假設要試一下 就是剛剛這一道題目有沒有 倍數的判斷的話 那其實邏輯跟剛剛的蠻像的 差別只是在哪裡呢 就是說如果我今天 我輸入資料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 你就是可以讓它輸入一個數字 那怎麼知道它是不是5或3的倍數的話 那其實它最簡單的方式是什麼 如果4的話就是用 剛剛有講到一個預算值 百分比符號有沒有 百分比就是求餘數 如果它的餘數如果等於0的話 有沒有 餘數為0那表示什麼 整除 整除的話呢 那就是倍數 所以我可以用判斷說 如果求餘數的結果 假設讓它5跟3 那如果它假設 5的餘數為0的話 那就是5的倍數 3的倍數 假設3除以3之後為0的話 那表示它是3的倍數 如果兩個都為數的時候 那表示呢 它就有沒有 反之 所以其實是四種 四種條件 那差別值在哪裡呢 差別值是這個邏輯 改一下 改一下喔 所以只是說什麼 把那個運算值改一下 有沒有 所以其實基本上架構跟這個很像 只是把它稍微改一下 它的這個條件就OK了 所以請各位也許試試看 想想看 其實類似啦 我說證照考試其實說考 如果你如果講設 你實在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目標的時候 或許可以拿這個題目來練習看看 或者是說如果 不要一下偷看答案 其實答案喔 雲端這邊有啦 那你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可以 要不然就是說呢 另外一個方法 請那個ChargeBT幫你試做看看 看看ChargeBT有沒有 有沒有這邊是 答案的話是在那個 雲端上有 你可以找到那個202吧 我記得這邊有 202在這裡 202OK 這邊就是答案了 OK在這裡 不要偷看 OK就是長這樣 OK 其實跟剛剛不也差不多 If Alif Alif Als 對不對 也是四個欸 對不對 其實只是說把那個 後內的東西 跟Printer出去的東西 換一下 有沒有 所以有的時候啦 你就拿範本來改也OK 只是說 將來當然如果你要真的去考試 還需要一個重點 就是你要很熟 是熟很重要 因為其實 我遇到很多人其實學了半天 最後還是不會寫 主要原因是不熟 所以如果你要熟 剛開始當然不可能一下熟啦 不然你可以拿範本來改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一題 其實這些題一堆啦 總共90題 所以如果你90題都可以把它看到題目 把它做出來 然後都正確 那應該不會太差了 OK 而且他一題的時間差不多十分鐘 也就是你拿到題目 然後把程式做完 只給你十分鐘 所以你不能在那邊亂試 所以這當然考試的好處就是 除了確定說你會之外 還有就是你很熟練 當然如果你可以通過 就真的也不至於太差 所以如果假設你對於這個行業 或者是你將來對於這個領域 或者你可以跨領域的 如果將來比如說人家要找一個 又懂金融又懂程式的 然後你要怎麼證明你有金融 你可能本科系嘛 然後你可能沒有其他的專業 不然你就會考個證照嘛 對也是這個方式 你說證照有沒有效 但沒考過的來出愛情這件事 真的還是滿有一定的效果 因為看得出學生考過的時候 那個眼神的自信性 剛才說老師會不會我也不知道 然後考過他就覺得他未來是充滿希望的 就感覺很有動力 你知道就會很有熱情 你就會感於想說將來要幹嘛幹嘛的 OK 姑且不做完 而且做到 應該就不太簡單了 OK 所以給各位一個方向 至於後面請各位自己練習一下 有沒有 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這個答案就是這樣 輸入一個資料 只是說input的後面 它其實沒有要輸入這個 它是3跟5的倍數 那如果它能夠被3整除的話呢 那它就是3的倍數 那反之就是5的倍數 剩下就是都不是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其實就這樣 所以如果假設 你想要知道 弄出來答案的話 你可以開一個新專案 那當然你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先貼好了 Ctrl V 然後這邊打開一下 試一下 怎麼試呢 就是把這個題目裡面 先輸入55 如果秀出來答案是這樣 那表示 我們不能夠 對 那麼多按照 謝謝 快點 給你 對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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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